第三十五集 说到这里 广陵王瞟向张启驾车的马夫 迪鹤道 走啊 声音虽低 语气也平常 可不知为什么 已有一种射人心魄的威严 这种威士 不是驾驭过千军万马的将军 是断不可能有的 那马夫已经慌忙硬道 是是 连连甩动缰绳 驱着马向前冲去 肖默站在原地 脸色难看地 盯着那两辆远去的马车 他不能和广陵王 在大庭广众中争执过分 这种争执 对自己毫无好处 可对广陵王 却是好处太多 说不定陛下头脑发热 就真的把张奇 给了广陵王 可要他看着这两人 离去而不管 他又做不到 想了想 他阴沉地命令道 跟上去 是 慢一点 他们在看着呢 是 两辆马车驶出一阵后 广陵王突然说道 他会跟来 张奇抬头 大眼模糊地看着他 瞟了张奇一眼 广陵王慢慢地说道 你不错 知道自保 是说他到了现在 还装糊涂吗 张奇低下了头 广陵王看着远处的天空 望着聚聚散散的刘霞 突然声音一滴 叶成 也有这么美 张奇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两久后 他嘀嘀地说道 美景有很多的 可做个欣赏美景的人 却很难 便是最尊贵 又得势的人 便时刻生活在忧患当中 没有一刻 能享受这种大自然的恩语 说到这里 他微微侧头 看向广陵王 透过浓密的眼睫毛 他看着这个时代里 会风头无两的人物 不知怎的 心中闪过一抹悲凉 正好这时 广陵王回过了头 他对上了张奇的眼 张奇连忙垂眸 藏住眼底的悲脸 见他还盯着自己 他强笑道 广陵王会在这几日离去吗 嗯 广陵王的语气没有起伏 他道 我会来接你的 他不是问这个 张奇的头更低了 好一会儿 他喃喃地问道 你 你今天 今天 今天 恰好遇到了你 便顺便报了个小仇 广陵王滴滴一笑 他的耳边 一传来马车急促接近的 车轮滚动声 肖默来了 为了赶上这两人 自来到这个权贵 甚少出现的西城后 他便严令马夫 快马加鞭 慢慢抬头 广陵王盯了张奇一眼 突然笑道 看好了 明明帷目遮面 他这一笑 却如烈日当空 灼眼无比 声音落地时 广陵王已掀开车帘 跳到地上 这时 肖默的马车 才急匆匆地冲来 广陵王转过身 广步 朝着他的马车走去 马车 越来越近了 透过车帘 肖默看到 广陵王徒步走来 不由地冷笑一声道 吓他一笑 如他这样的世家子 身边的马夫 都是各中高手 因此 肖默的命令一出 那个马夫 马上爽快地道 是 他一挥马鞭 马车冲来的速度 更快了 张奇转头 正好看到 肖默的马车 隆隆隆地 冲向了广陵王 他要撞死广陵王不成 张奇大惊 就在张奇惊骇之急时 那急驰而来的马车 已卷起漫天烟尘 向着广陵王 声声撞来 彼此相聚不过五步 以张奇看来 那马车 怎么也是停不了的 就在这时 广陵王沉沉的声音传来 哼 刺不量力 声音一落 他的配件 已经落在左手中 他要干嘛 张奇张嘴就要尖叫了 说时迟那时快 在那马车 声声地冲来 那烟尘 没头没脑地 卷向广陵王时 一直未然如山的他 出手了 只见他右手袍袖 那么湿湿然的一幅 也不知是用了大力 还是那袍袖的袖尖如刀 恰好的刺中马匹脆弱的鼻眼 那马发出一阵丝毫 声声地向左侧一拐 然后冲过广陵王的一角 撞向左侧的向道围墙 那马简直疯了 这一冲撞之时 完全会把他撞成肉饼的 而马车里的人 只怕逃不了好去 张奇已经害得 发不出声音了 那马车风一般地 掠过广陵王 撞向墙壁时 广陵王出剑了 剑如银蛇 于烈烈白日中 折射出冰寒的死光 只听得 滋得一声清响 那剑从肖默的头上一闪而过 广陵王的动作很慢 慢得张奇也看得清 可他的动作也很快 快得 只在那一眨眼间 一眨眼之间 那剑一声声地 划过肖默的头颅 与张奇的尖叫声中 只听得扑扑声不绝于耳 却是肖默的罐和塑罐的玉 碎成了数块 声声地跌撞在车园的墙壁间 一个转眼 肖默已是头罐被削 墨发散了一头一脸 而此时 他的马 终于撞上了向墙 砰的一声巨响 肖默那万里挑衣的神郡的马 一头骨破裂 血流满地 而那马车也是撞得散了架 马夫头部被原木击中 扑倒在地 也不知是死是活 于一地凌乱中 肖默从马车中滚下来 他劈头散发地滚了好几个滚 这才慢慢止住 这个时候 广陵王依然是片尘不染 衣媚飘飘 仿佛那出手的人不是他 仿佛他从来都是如此的 风雅如玉 他缓步地走向肖默 肖默显然是没有伤着 只是形状特别狼狈 在他挣扎坐起时 广陵王来了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肖默 低沉地说道 心猛 长弓不屑而 丢下这七个字 他衣袖一甩 转身便走 他来到张启身前 望着他 淡淡地说 回去吧 是 是 回答他的不是张启 而是明显下的 语无伦次的张氏马夫 广陵王 瞟了那马夫一眼 命令道 今日之事 谢不可谢 他嘲讽地回头 看向肖默 淡淡道 一旦谢了 只怕你小明难保 他这是告诉马夫 他如果把肖默如此狼狈的一面宣传出去 不说别人 肖默便容不了他 那马夫也是大家族中生长的 哪里会不知道 当下他连声应试 感激地说道 多谢广陵王 也不再和张启说什么 他驱着马车 转身便走 马车中的张启 依然摆着一张脸 呆呆傻傻的 似乎没有回过神来 他时事 不知要怎么面对肖默的好 突然 他想到了什么 悄悄回头 盯向广陵王 此时 广陵王正走到肖默身边 也不知和他说了一句什么 劈头散发的肖默 艰难地站起来 一步一步地 挪向广陵王的马车 看来 广陵王要送肖默回家了 存到这里 张启不由搅着手指 广陵王这次当着我的面 狠狠地削了肖默的颜面 只是 他就是让肖默难堪 让他这种骄傲的 不可一世的世家子 再不敢面对我 只要让他看到我 肖默便会想到那么狼狈难堪的一面 是了是了 广陵王是用这招逼着肖默放手 张启的马车越矢越远 玉座上 他的马夫还在发抖 牙齿相及间 他忍不住向张启这个小年纪的姑子 速起苦来 姑子 肖家狼君怕是不会放过我们 马夫绝望地说道 我们看到他这个样子 他会恨的 会发泄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 他会令人把我们打杀转卖了 他用的词是我们 相比起他这个得了张姓的老仆 张启的地位也高不了多少 就在他以为张启不会回答时 车厢中飘出张启温柔的低语声 他不会 啥 马夫一正 张启静静地说道 肖家狼君本身不会做这等事 而且广陵王也会想到这一点 会逼迫他不敢做这种事 姑子 此话当真 当真 也许是张启话中的平静和镇定 也许是他语气特别地坚决 特别地自信 马夫平静了 他喃喃地说道 不会就好 不会就好 马车越来越平稳 而张府的大宅 也越来越近了 此时夕阳正好 火红火红的一线 由浅到深 抹在天上 张启望着那天边 滴滴吟道 白日暗暗 春风骚骚 雨气中或多或少 有了些喜悦的放松 是失落 也是不安的患得患失 经过这一次 肖默应该会对自己放手了吧 只是 没有他护着 自己 便要更小心了 马车从侧门驶入府中 张启来到院落时 同院的三个姑子 从各自的房间伸出头来 好奇地打量着他 他这一走 可是整整半天呢 也不知陛下和他说了些什么 竟然耽搁了那么久 不只是他们 便是张萧氏也有疑惑吧 张启垂着眉 想着怎么应对张萧氏 按他的估计 今天一晚 张萧氏应该不会过问他了 要问 也是明晨的事 房间里 阿绿正与另外三个婢女 叽叽咕咕的 看到他到来 四壁都站起来 张启瞟了他们一眼 对阿绿唤道 进来 是 阿绿蹦蹦跳跳地跑进来 张启令他把房门带上 低声问道 肖默今日 不曾跟紧箍子提亲吧 不曾听到呢 阿绿说道 阿琪 刚才紧箍子还派人来问你了 他猝起眉 阿兰语气不好 阿琪 紧箍子怕是发火了 张启点点头 他疲惫地说道 打点水来 我要沐浴 是 与以前那热汤限时限量供应不同 现在的张启一开口 不到两克中 两桶热汤便提到了他的房间里 望着热气腾腾的汤水 张启慢慢解去衣裳 一泡入汤中 他便虚出一口长气 闭上双眼 阿 真累啊 今天真是感到累了 一夜 转眼便过去了 让张启诧异的是 一早上 张萧氏都没有派人 唤他过去问话 他既没有开口 张启便按时来到学堂 自上次与陈教席 变过一场后 满堂的姑子 在看到张启时 不会再如以前 那么漠视 而是下意识地 打量他几眼 现在也是一样 直到他在自己的脊后站定 好一些目光还在盯着 张启如往常一样低下了头 可是与往常不同的是 这么一会儿 几个姑子低声说了些什么 一个酒房的姑子 向张启走来 在张氏 郎君们还按族中排行 姑子们则是各房排各房的 这个树出的姑子叫张琪 张琪的生母 是他父亲高架聘来的 主母虽是大家姑子 个性却偏懦弱 因此张琪在酒房中 有点得势 张琪走到张琪面前 他一走近 张琪连忙扶了扶唤道 齐姐姐 张琪没有回答 而是打量着他 盯了一会儿后 他突然说道 听说 昨儿陛下招你了 是 张琪寻思了一会儿 又道 陛下都和你说了些什么 陛下和他说什么 需要向他这个外房的 树出姐姐禀报吗 张琪噩噩抬头 傻乎乎地看着张琪 虽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见到张琪如此 张琪的脸上 闪过一丝脑意 他瞪他 你不说 我 我 张琪白着脸 唇颤了颤 身子向后索去 他这模样一般 学堂中汪汪声大作 听着四周传来的质疑声 张琪脸色一红 接着怒气腾腾而来 我还没怎么呢 他就委屈成这样了 张琪朝着张琪一瞪 正要说些什么 张锦的声音 从前方传来 阿琪 有些人你不想理 便不要理 身为敌女的张锦 高高昂着头 尖声说道 不过是寒门出身的皇帝 要立两个贵妃 就急成这样 张琪 你是个庶女 也不带这么没出息 他这话 平得直接 张琪的心思 被他生生地点破 不由气的眼泪都出来了 皇帝 要立贵妃 我应该不是 在带 我们